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 这退婚书得由我来写 你 我于家书香门第 岂有被人退婚之理 于大人别忘了 我柳氏也是百年世家 若非你家儿子百般求取 你 能攀得上朕门青 爹 不必与此人多费口舍 你 六少叔 大家同朝为官 难道你要弃我官职地位吗 我而清清白白端丧君子 而令千金三番四次勾打太子殿下 又岂有你们退婚之理 爹 于大人好生威风 连本王的谣言也敢传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柳姑娘当初义无反顾退了本王的婚 却选了这么个懦弱无能之辈 可则后悔 太子殿下 刚才都是误会 我同柳大人说笑呢 于大人 这么爱管本王的私事 那你便给本王听清楚 从始至终 是柳姑娘看不上本王 但本王唯一想娶之人 只有柳月清一人 至如今 柳姑娘悬崖勒马 决意退婚于酒 那代表本王还有机会 只要月清愿意 本王随时下平 臣女 太子殿下 臣女想通了 殿下才是人中龙凤 岂是一般无能之辈可承 殿下 月清愿与殿下再接联络 清儿 刚刚 多谢太子殿下结尾 殿下厅内稍作歇息 请一步 逼迫我一个小女子很有意思吗 太子殿下 传出去你这就是手段肮脏 抢夺陈妻 那你又如何 当初你不退婚就没这么多事 还不是你贪生怕死 想是另行高知 你说话可要讲证据啊 本王梦到了 你的证据在梦里 我的证据应该在世人眼中 还有 你天天梦到我干什么呀 难道是一有所思也有所梦啊 对啊 可是我的直觉告诉我 你本就应该属于我 好 恭送太子殿下 臭不要脸的裴老六 柳月卿 柳月卿 这个点子 好 好 你